大家好,我是老鱼 这次给大家带来视频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有很多网友看我的视频以后 尝试着自己到咸鱼这个深水里去淘这个宝贝 当然呢,有很多朋友都淘到自己心仪的这种真假了 我这里说的是我这位朋友 他在我这里想买五地三 因为老鱼这里根本就没有这台机器 他就自己在网上学着去淘 结果怎么着 七千五百块钱买的抖烟上某著名网红 这里咱不说名字啊 十多万粉丝的这个商家买他的一个五地三 结果七千五百块钱花了 回来自己一看都看出来了 翻新机 这个翻新机啊 是真假呀 连摄影小白看了我几期视频都翻出来了 你说说这样的网红 他能不发家吗 他的翻新成本老鱼给算了一下 大概也就三千多块钱买那种非常非常旧的 加上手工费成本 大概也就四千出头 卖到我们的网友手里 冲新的机器啊 七千五百块看看这个翻新机有多大的利润 然后他把这台机器就退了回去 我跟他说了你也不要跟他过多的纠缠 直接退货就完了 好歹这七千五百块钱算是给退了 自己又通过自己身边的朋友 淘了一个城市差很多的五千多块的一个五第三 现在一直用的挺好挺好的 这个事我跟大家说的什么意思呢 咱不想去纠结是哪个商家 他翻新又能挣多钱 这里很多小白想到二手市场 淘来自己心仪而便宜的宝贝 他们有很多朋友在这里是橙色党相说控 什么是橙色党 就是越新越好 你比新的才新 他才高兴呢 什么叫相说控 有包装箱 有说明书 有光盘 有这个线台啊 原来所有的配件 有这些东西他才相信 他才买 其实来讲 这些都是误区 为什么来说 橙色党当然是越新越好 但是呢 不能说没有新的 五第三经过这么多年 你想一想 他还能有多少台新的 这个概率呢 非常小 那你在网上看到的 很多都是很新很新 充心的机器 在专业二手商的手里 正业新 那我简直就呵呵了 你没事了 活该你上当 你不上当 还能我上当呢 还有那说 相说控 当然 有香 有说 这是 当然好的 当然没有这些 有些人没有保留 这些东西的习惯 因为他买来以后呢 机器除了 平常用的配件以后 那些包装箱 他留着还占地方 尤其我们大城市 一线城市啊 家里 他那个住宅 能像咱们农村吗 好几间房子 那么宽敞吗 所以说 没有什么地方 人家可能随手就给扔了 所以说 没有香说的机器 不见得就是好机器 有香说的机器 不见得就是真机器 那你就要买带香说的 带保卡的 现在香说保卡都能造啊 几十块钱一套啊 就你这种想法 你不上当 谁上当 那我就喝喝了 跟大家讲这么多东西 就希望所有买二手的朋友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看出来哪个是真机假机 翻新机 我就劝你 别买带香说的 别买那个贼心 贼心的那种 越新你就越可能上当 新的你可能遇到概率极低 如果小白不懂的情况下 老鱼告诉你 怎么样去买 你就挑那些半新不旧的 都已经露漆露白的那种 但是要看看各个方面功能都好 跟商家好好谈谈 最好是少掉一些漆的那种 你不要挑那些越新越好的那些东西 那坑就等着你 就等你 半新不旧的有什么好处 起码他不是翻新 真实的那种城市就给你摆在那里 一个单反 他的寿命 快门啊 好几十万上百万 再说了 快门坏了 几百块钱能更换 不要一张嘴 就问快门多少 快门多少 你这就是小白 不骗你 骗谁呀 他没有什么案病 案件都好死 所有的功能都好用 就OK了呗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你本身自己还是小白 然后你还要买新的 还要买嘎嘎新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做最有温度的视频 卖最良性的二手器材 为有需求的社友之间 你们的交易 搭桥 这是老鱼做视频的终极目标 再见